腕帶穿過去之後 往下跌 它可以分散我們手掌的力量 讓手掌輕鬆一點 這是正確的用法 如果今天不小心跌倒了 沒有關係 它還是連在上面 如果以前的用法呢 如果今天不小心跌倒了 然後可能會造成受傷 腕帶越靠近手的地方 它是越粗 越粗它的結構強度就是越強 再來是第二節 再來是第三節 所以第一節 它本來就是拉到最長 第二節一定全部要伸出來 第三節 才是我們在長度上的調整 用的地方 用的越少越好 走背跟地上平行的長度 是最佳的 如果要上坡的話 可以稍微調短一點 如果要下坡的話 可以稍微調長一點 主要的功能 主要的功能 是來保護非常銳利的障間 防止 劃到人的身體 會受傷 不管是自己還是他人 另外一種保護套呢 是把它套上了之後 在比較光滑的地面 增加摩擦力 如果要下坡的話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如果要下坡的話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